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45正式版,这次更新也有一些新变化 首先,发送文件界面进行调整 以前我们给好友发送文件时,它顶部只有一个聊天中的文件 点击后才能选择收藏、手机相册等文件 但更新后这些全在底部展示 另外发送按钮也来到了右下角 音频界面加入了今日资讯 点击播放或全部后,它会自动播放推荐的内容 音频界面进行调整 以前的倍数在播放线的左边 现在来到了播放键的上方 之前的定时关闭功能被移除 现在需要点击这里的分享后才能设置 加入自动翻译功能 比如好友发来三条级以上的英文 我们长按信息后选择翻译 那么下面其他信息将会自动翻译 另外再次长按后还能选择其他语言 从发现界面进入看一看 现在右上角的搜索按钮没有了 从发现界面进入小程序后 点击右上角的人形图标进入个人中心 现在加入了 发现小程序跟硬化推荐 开机后系统会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 从而推荐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小程序 另外有网友表示 进入小程序后 右上角的关闭和菜单按钮被分开 不过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功能收获还在测试阶段 而想要体验正式版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里进入获取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